今天暑假漫威电影 蜘蛛人离家日接棒上映 要抢功粉丝目光 走过十七年的岁月 蜘蛛人的主角 现在是第三代的小鲜肉 汤姆·霍兰德 蜘蛛人变年轻了 也带出电影的世代交替 三代蜘蛛人 传承意味浓厚 但其实这部电影当中的焦点 也相当抢眼 像是梅沈 演员玛丽莎托梅 五十五岁照样蜡出新高度 现实跟电影剧情 还真的蛮呼应的 生活中的梅姨和钢铁人 小萝卜·斗尼 真的有过一段情 我去哪里 我看到他的面子 我真的很欣欣他 我也欣欣他 我也欣欣他 我并不认为 Tony会做到什么 如果他不知道 你会来到这里 复仇者联盟寺 终局之战中 钢铁人东尼·史塔克 为了拯救地球 牺牲小我 你现在会成为继续炮人吗 没有 我没有时间 我太忙碌做你的工作 什么 我乱吵了 我乱吵了 看 继续炮 因为我 我去旅行 其实同样的问题 大家也都在问 谁会是钢铁人的接班人 我们在结束《终局之战》的《终局之战》 紧接在后的蜘蛛人 讲述没有钢铁人后的地球 但与其说蜘蛛人是接班人 不如说东尼·史塔克把科技与保卫家园的责任 传承给了彼得帕克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东尼·史塔克的司机兼保镖 将钢铁人留下来的科技 传递给蜘蛛人 包括支付 太阳眼镜 每个人都说 Robert 是个国家的主席 但卫尔是个人 是个人的 他和 Kevin 他们在第一部 和第二部 所以我喜欢拥有脑的 但《Happy Hogan》在这个电影 有点有点有关 与 Aunt May 不太确认了 但他不是很害怕 因为他真的喜欢《Happy》 但《Happy Hogan》 在这个电影中 拥有很大的责任 在这个电影 《Happy Hogan》 愉快 你似乎好 谢谢你 你也好 谢谢 新衣服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 什么事 与钢铁人保镖 快乐发展出 暧昧情愫的美省 打扮年轻有型 身材性感 出亮相就掀起讨论 我认为她是妻子的妻子 对 它变成全形和尺寸 这女孩的线糕 是超级的 我让你停下来 她是超资深好莱坞女星 玛丽莎脱眉 不仅曾拿下奥斯卡 最佳女配角 跟钢铁人小劳勃道尼 还真的有过一段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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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你 你在这里 是的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非常真实 当年稚嫩青涩 如今玛丽莎55岁 仍保养有道让人惊艳 在电影里拉出新高度 而蜘蛛人中 另一个焦点则是她 你想什么 Peter 女星赞达雅饰演的MJ 不是大家过去在蜘蛛人电影中看到的熟悉角色玛丽蓁 而是全新的角色蜜雪儿琼斯 臭脸和爱唱反调让角色中性又有想法 其实赞达雅能歌善舞 大娱乐家中饰演空中特技演员赞达雅出道十年 第二部电影作品就被选为MJ 成为美光灯焦点 但接下来的焦点还可能有她 如果你要成为超级英雄 你需要超级英雄的名字 金鸟 金鸟 叫我金鸟 饰演钢铁人的小劳婆道尼 终局之战后就曾碰文说 想要钢铁之星来接棒 各界聚焦这个新的女钢铁人角色 事实上不管由谁接棒 蜘蛛人离家日 满满世代传承的意味 宣告进入新的英雄时代 请不吝点赞达雅出品